石川縣卡拉OK包廂 尖叫連連 民眾新年歡唱 不料遇到地牛翻身 包廂桌面 距離晃動 飲料全部翻灑 顯見地震威力有多強 電視螢幕左右搖晃 這是日本媒體在富山縣辦公室拍到的強震瞬間 不止前方好幾台電視機一一倒下 桌上電腦螢幕也跟著翻倒 場面相當驚走 現在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 金沢市のMROの本社の地震発生時の様子です 除了電視台感受恐怖晃動 在石川縣地鐵站 越台民眾直擊強震來襲 当時不止平等車廂發出可怕的噪音 頭頂看板也左右搖擺 部分地鐵甚至被震到大落水 天花板宛如破大洞 在空地避難 另一個位在富山縣的神社 則是被震到自動敲響終身 電了讓人渾身發毛 發生在下午四點多的大地震 連開車都超有感 感受車身和周圍的耗智燈 全都晃不停 其餘感受地牛翻身的 還有長野線 當時台灣遊客正在當地度假 直擊積雪被震倒墜下來 這次石川縣大地震不止導致 道路柔長寸斷 還引發311以來首次的大海嘯警報 沿岸部的方便趕快 在康大等安全地避難 気象庁 就怕慘況重演 能的漫島居民一聽見廣播 就拔腿狂奔往高處避難 從這個位置也能看見 不斷有大浪往上衝 民眾越看越著急 重複對底下民眾大喊快逃 當地海嘯直到隔天的清晨10點才完全解除 除了海嘯石川縣輪倒早市發生嚴重火災 高達上百棟建築陷入火海 大火一路燒到隔天清晨才被撲滅 由於正央地區死傷還在攀升 日本政府計畫組成1萬人的聯合特遣部隊 前往救災 卻發現道路中斷挺進有難度 因此部分救援改由海路前進 另外日本強震還差點釀成核危機 會在石川縣的智鶴核能發電廠以及新系的勃奇異雨核電廠發生冷卻水溢出 幸好周邊輻射值暫時沒有異常 除了要注意可能的余震發生 石川縣境內有超過四萬多戶停電 其中株洲市長表示境內九成房屋至少千棟全毀 還有人在地上排出SOS求救訊息 各種物資仍然相當短缺 這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